那你會有什麼影響呢? 膜基本上它的離脂分子之間的距離會明顯的拉得比較近 這個時候物質進出細胞的效率會變差 然後如果你這個時候 細胞膜的那個子雙層的架構也不是很牢靠的話 可能會有另外一種層面的影響 就是因為它那個膜的架構就是那個疏水層 不是連續性那麼好的時候反而會導致那個細胞質流失 這個當然對細胞是一個比較大的損傷 那更害怕的是在更進一步的低溫可能會造成那個水結冰 那結冰對我們來講當然只是洞的問題 事實上它還有另外一個層面的影響 就是那個水在結成冰的這個過程當中 它那個結晶會形成冰晶 那冰晶一般來說對細胞就像一把地震一樣 它會把那個細胞膜給突破 或者是把細胞裡面像內磁網啊 甚至於連細胞核給戳破了 所以這種損傷是比較立即性的 OK啊 所以那個什麼 我們不是在講那個太空旅行要做那個休眠 有沒有 那有沒有可能把人病動起來 然後到那個地方然後再把它結中 然後或者是某個人想要那個長壽一點 這個假想性的長壽 然後這個比如60歲的時候病起來 然後隔了一兩百年 然後接下來再把結凍出來這樣子 類似像這樣 其實它有一個很麻煩的問題是 一 你要快速冰凍很難 因為我們身體太厚了 所以你要從外面到裡面 那種非常均勻的 立即結凍 然後那個冰晶小到不會對細胞受損 然後接下來呢 將來結凍的時候 你結凍的時候能不能像那個 像我們一般廚房裡面最困難的就是那個魚 或者是大塊的肉要解凍 對不對 一解凍之後呢 水分就開始流失 對不對 所以那個口感就不好 所以如果這個用在人身上也是 壓壓人會口感不好 但是呢 你表面解凍太快裡面解凍太慢 對不對 所以到時候能不能整個身體 這個正常的素性 所以這是難度的地方 如果你會破解的話 那你就賺錢了 好 所以高溫有問題 低溫也有問題 所以 對 至少如果你希望這個生物反應的過來的話 時間 要給它充足的時間 所以他們現在在研究上面 也是希望 能不能去開發一些 讓食物抗高溫或抗凍的這個物質 來減少那個農作業上面 農業上面的這個損失 好 所以低溫這個地方也會產生那個蛋白質 一般你可以直接把它叫做低溫逆晶蛋白 那另外有一些策略上面的問題 比如說 如果在低溫的時候 可以增加溶脂 對不對 比如說糖類 糖類本來就是細胞裡面需要的養分 那我如果在那個 那個面臨低溫的情況之下 增加那個糖類 然後來降低那個凝固點 這樣應該也是一個可解決的這個方法 那如果你想要維持那個細胞膜的活性的話 那有這個方式 有兩個方式可以考慮 第一個 像植物的話呢 植物本來就會有不飽和脂肪酸 對不對 那不飽和脂肪酸 我們以前有講過 因為不飽和脂肪酸 那個腳會讓零脂肪酸的腳變成是歪的 所以這個時候 零脂肪酸之間的距離 就可以適當的被撐開 所以它的看動能力就會比較好 那動物用的方法 動物用的是膽固醇 可是膽固醇事實上它的看動能力 不是像不飽和脂肪酸這麼理想 所以不飽和脂肪酸 對植物來說是一個可用的 對我們來說 如果我們要維持我們細胞膜的健康 我們可以適當的攝取 這個不飽和脂肪酸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也是 如果考出來沒什麼爭議 而且反而是激素那個立法的延伸 就是ABA 離成素嘛 對不對 我們講說當植物面對環境不適合的時候 比如說乾旱、強風、太熱 基本上植物通常會優先考慮關閉氣孔 那你要全面性的關閉氣孔 這件事情是需要協調的 所以植物是透過大量產生離成素 然後透過離成素去調檢保衛細胞 然後誘導保衛細胞開始流失水分 然後關閉氣孔 所以環境條件不適的時候 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可是我們發現植物關閉氣孔這些事情 好像是必做的 因為這樣保存水分 也許對它之後的生理代謝都比較有低一點 也說不定 所以這對植物來說是有優先的選擇 所以缺水逆境、乾炭逆境、強風等等 這樣會造成類似這種水分過渡散絲增散的情況之下 植物都會優先做這樣的 透過離成素 然後關閉氣孔減少水分的增散 所以那個離成素 不是又被稱為叫做逆境激素 有沒有 這樣就特別提醒你們 好 這種種子的休眠的部分來說 也是有意義的 對不對 如果現在環境呢 就不適合生存了 所以如果現在是種子呢 種子變成環境不適合生存 那它可以拿來休眠 好 如果現在已經是植物體 而不是種子的話呢 那我就讓植物體休眠 好 如果要保存水分的話 那就是透過它 然後影響那個氣孔關閉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不管離成素 它被稱為叫休眠激素 還是叫做逆境激素 事實上都是為了應付 此時此刻的環境 真的就不適合正常的生理代謝 那與其真的把那個能量浪費了 那不如把它保存下來 那等到使劑好一點的時候 然後再來正常生長 所以那個逆境生理裡面 基本上離成素是一個很重要的主角 OK 然後其他的都比較談現象 應該沒什麼數字上可言 你知道嗎 就是缺氧的條件 對植物來講是一個很不好的 什麼情況會缺氧 比如說紅樹林 紅樹林長在河口沼河 河口沼沼泥灘地整天泡水 那會呈現嚴重的缺氧狀態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看到海斜洞的話 那那個根一部分呢 就本來應該往下發展 然後呢 之後再離開那個竹竿這個附近 然後就開始往上冒出來 一部分呢 冒出來這個地方 它這樣其實拍的還不錯 就是這邊已經應該沖洗乾淨了 這個表面可以看到一些皮孔 我們以前討論皮孔 皮孔出現在哪裡 木本植物的樹皮 對不對 所以這是老根 老根上面也可以有皮孔 用這個來增加透析性 那學校有一個植物在 現在已經是 教主任辦公室外面 有一個工具有種一堆植物 那有一種草 錢壁草 那個葉片大概這麼大 然後葉餅很長 有沒有看過 錢壁草 反正是圓圓綠色的 還滿可愛的 很多人喜歡種 錢壁草就很特別 你如果現在把它泡在水裡面生長 它就會有那個水生植物的特性 就是呢 它是往外拓展 然後那個泡在水底下的這些部位呢 會有很多那個蓬鬆的組織 就是裡面很多氣勢 這是很多水生植物的特性 可是錢壁草很特別是 如果你不想要把它泡在裡面種 那你要把它種到一般的土壤上面 它是活得起來的 可是這個時候呢 它那個組織 薄壁組織當中就會欠缺這種 比較透氣性的這個組織 可以想像嗎 所以構造面其實也是可以去變化的 這也是構造面 所以有些植物基本上呢 它的生存的領域就很廣 通常有它的辦法在 就是你知道它泡水的時候 它可以耐那個什麼缺氧 沒關係 但我還是想辦法透氣就可以了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家裡有很多盆栽 你一定要好好在帶你家的盆栽 最明顯的問題就是 你就覺得這個盆栽呢 一直都有幫它澆水 想到的時候有幫它撕肥 對不對 可是它就不願意長得很好這樣子 那有時候呢 用手去敲敲敲敲 敲一下看看 那個土壤是不是硬邦邦的 若是請幫它鬆鬆土 這件事情很重要 可能比你那個屍腿還來的務實一點 但是更需要透透氣這樣子 所以那個一般龍鐵管理裡面 鬆土其實是一個很必要的過程 它重盆栽 因為那個空間麻煩 所以很多人就會忽略這件事情 要記得鬆手 好 好 最後一個段落了 就是防禦 好 所以接下來 看那個防禦 防禦我們有一張表格 可以參考一下 190谷頁 人體可以談防禦 職位可以談防禦 然後人體的防禦裡面 簡單複習一下 人體的防禦分3到1 1 皮膜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講 不管它願不願意 皮膚 綿末組織最容易跟外界接觸 對不對 不管它原來的功能怎麼樣 不管它願不願意 反正它就是要做防禦 對不對 所以去看植物 你用這個角度去看 所以植物呢 它的蠟質 角質層 不管它願不願意 它一定是最直接接觸外界的第一層 對不對 所以它要不要去執行防禦這個工作 所以我們通常講到蠟質或角質層 第一時間會強調的是水分增散的問題 那個是植物登陸之後 想要在陸地生活的一個很好的保護層 可是因為蠟畢竟不是很多生物喜歡吃的東西 OK 然後 所以它還是跟我們皮膚的角質蛋白一樣 就是它算是一個這個廉價又好用的防護層 但它不是百分之一百的 然後 然後所以呢 一般這種病毒 或者是那個細菌感染 或真菌感染的時候 你要先能夠突破那個蠟質的那個鋪的 所以有些植物你去看看葉子有沒有 就是去稍微把它彎一下 發現它非常紮實很厚 然後表面看起來非常油油亮亮 而且非常均勻的那一種 那有時候它的蠟質像海邊的 有些植物就這樣子 那蠟質就很厚 這種防護能力就還不錯 那如果像那種葉子很容易發生感染 那蠟質可能就稍微薄了一點 或者容易產生一些破除 好 所以 這種一般的病菌要入侵的話 它第一個可能就要先突破這個蠟質 好 然後接下來呢 那問題就是表明啊 對不對 如果我們看那個木本植物 木本植物的最外面的那個保護層是誰 木酸層 對不對 所以木酸層呢 因為它是死細胞 好 那幸好它可以堆很多層次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突破這個保護層的話 那好歹要有辦法一直入侵 對不對 那或者是像那一種 呃 比較大型的昆蟲 或潮溼動物那一種 可以直接咬破的 比如說那個熊爪 對不對 那個樹幹拔下去之類的 好 類似像這樣子 它會造成那個屬度 比較大規模的損傷 那所以 在那之前 基本上 它一樣也算是一個不錯的保護層 而且死細胞我們講 好處是什麼 就不怕受阻 反正會一直持續的補充 對不對 好 然後另外呢 這種植物體的這個 表面的防護裡面呢 從構造面來說的話 像那個玫瑰 不是會有刺 我會補充幾個 好多次的 是 是 不怕 第三點先看完然後再往下補充好了 然後你們聽過丹寧這個成分 造成那種苦澀味的重要的來源 然後就是丹寧 然後這種東西你不喜歡 其他的像草食性動物或昆蟲的不見都會喜歡 你去仔細去看那個牛羊有沒有 如果你去那種牧場裡面要餵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些草它其實不喜歡吃的 就還蠻明顯的 那這個有些就是它裡面口感不好 就是它的化學組成 比如說像丹寧 然後所以接下來像那個 像那個後臂或後腳細胞比較豐富的部位 一般來講其實也不太被吃 因為不好吃太硬了 這個跟老的菜跟那個比較嫩的菜 你想要吃哪一個就到底是一樣的 好 所以像那個 像玫瑰然後還有一個黃藤 可以做那個藤邊材料的 它表面基本上都有很豐富的刺 然後像那個木棉 有沒有 那個行道樹裡面那個木棉 美人樹這種 樹乾表面刺那麼多 誰會去擋他的彎腦筋 那還是有例外像那個 沙漠地區有一種植物叫做刺懷 那整個真的是到處都是刺 然後有一種螞蟻 它就專門找這種植物 呃...住在裡面 它就從那個刺的那個頂端 那個地方給挖一個小洞 然後接下來就從它小洞裡面 開始鑽一個隧道 然後它就躲在裡面生活這樣子 但因為它就躲在那個刺裡面 所以一般的動物也吃不到這個螞蟻 那個蟒草割過 這很明顯嘛,對不對 所以你看那個表面的地方 那個除非像那個牛羊那個嘴皮那麼厚 怕割傷,對不對 不然你用你的那個臉 不行啊 就隨便手畫到的 基本上也是很慘 像... 像芒草跟林頭 林頭那個碧魚的時候在墾丁應該有喵到幾顆 因為我們剛好沒有去那個林頭那個分布最多的地方 就是這兩種植物它的葉子的邊緣 那個真的是鋸齒撞到像鋸齒的很硬 那如果你單純只用後臂細胞的話 那個質地不見得硬到這種程度 的話他們發現呢 植物竟然可以用這個方法 就是呢 在那個葉子邊緣的地方 努力去堆礦物質 利用礦物質的結晶 然後呢 那個來增加那個硬度 所以那個邊邊的地方能夠到這麼... 有那個鋸子的感覺 基本上 就是除了它自己的細胞之外 它還配合了這個礦物質的堆積 然後營造出這種硬度 那這個對特定的這個草食性的昆蟲 或者是那個草食性的動物來說 基本上 確實這個部位比較不適合鳥下去 然後 所以這也算是一種防護的這個方法 然後接下來 那個... 這個看看有沒有被... 應該沒有人有這個經驗吃過沐坡玉 應該沒有人有這個經驗吃過... 然後他才知道孤婆玉不可以吃 然後普遍很多 就是有去學野外求生的人 都會有一個想法 那為什麼芋頭就可以吃 孤婆玉都不可以吃 然後後來就知道 原來孤婆玉含有豐富的植物鹼 如果你用一般煮芋頭的方法 煮到你以為熟了 然後你去吃 然後他在你的喉嚨這個地方 跟棉墨接觸之後 然後你的喉嚨就會有那個風喉鎖住 代義公鎖起來那個感覺 很痛 所以他在植物鹼 我們一般的碰巧方式 是沒有辦法完全破壞的 所以你就要冒那個險 包括你去吃芋頭的時候 如果那個芋頭不是煮得夠熟爛 有時候有些人吃也會有這個問題 你就會覺得這個營養非常多清楚 所以芋頭真的最好的處理方法 就是那種要用蒸的 蒸到那種爛掉鬆鬆的這個樣子 好 這樣會比較順頭一點 什麼 芋泥 但剛才已經變芋泥了 那已經是蒸到已經熟爛的 然後可以入口即化的程度 那當然真的很好 芋泥蛋糕 芋泥蛋糕好吃 好 你看那個三班真是團購大王有沒有 知道很團購什麼東西 好像之前不是有那個 食芋泥蛋糕還是什麼捲的 我們班應該不會有人在跟團吧 我跟妳講 妳們要忍住高山很容易胖 妳們真的忍住 我勸妳們不要想不開 真的 那以後會回不來的 很多人想說 啊 了不起就只有這一年的富裕如營 然後那個之後 上大學之後就一定可以回來 就上了大學那個 廣闊的天宮 無限的可能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努力吃 努力玩 然後從此一路四年就回不來了 等到這個莫蘭回首的時候 就是兩堂也就掉起來 看 通過淒涼的晚年 小心一點 我跟妳講 沒有 我一開始就沒有限制吃 因為我以前從來沒有想到會胖克的事情 所以我完全沒有時間 我以前是瘦 等到真的 真的 有些戰鬥力超強 好不好 像那種 以前我媽煮那個綠豆湯啊 這種大鍋有沒有 家裡面常見那種嘛 有高度那種坡子嘛 大概直徑這麼大那種嘛 那煮好說我第一時間可以乾掉飯鍋 然後我媽派我去買吐司 最慘的是什麼 回到家通常只剩到1 3分之1 就從麵刀店走出來的時候 就一路吃一路吃 到回家就跟1 3分之1講這樣子 類似像這樣子 看 正多力多強 沒有 那個 披薩吃到飽沒有跟你們分享過嗎 我以前那個吃到飽即勝時期 連那個披薩吃到飽的時候 我可以跟我學長那個努力對出這麼厚的碟子 開玩笑 對啊 好 當年啊 現在啊 後來有一次 有一次破功 以前在一個民間團體 鳥慧啦 然後有一個義工媽媽 這是超貼心 都會 都好吃的東西 味道我們 那有一次他就超貼心的 自己去買那個好的羊肉 然後弄得很讚的皮包 然後弄一個羊肉 從那個羊肉滷之後 真的就破功 不知道為什麼太苦了 沒有 高三真的 一胖起來 真的就回不去了 一定要忍住 有沒有 心情很不好的時候 寧可去那個陽台上面喊一喊 沒有 也沒有用吃了嗎 事情 蛤 找你就一起喊一喊 好 所以 這些都是從構造面可以處理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姑且把它跟人體的防禦歸納為是什麼 因為這是在構造上我就有的特質 所以把它當成是比較限天的 對不對 所以人體的防禦我們是有分成這樣子 限天性的防禦跟後天性的防禦 對不對 不過差別在哪裡 人體的限天性防禦有兩道防線 除了剛剛第一道防線是皮末之外 再來第二道防線是 由巨失細胞所執行的吞噬或 受傷時引起的發炎等等這樣的反應嘛 所以那個還是屬於限天性的 對不對 好 那後天性的防禦 像人體的話 後天性的防禦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執行的細胞是淋巴球 有沒有 B細胞或T細胞遇到的時候 我才開始做防禦這個工作 OK 所以我們在植入這個部分 就只能直接切入 這個後天的部分 好 那個黑白湯就可以擦掉了嗎 所以我給你一個比較大的架構圖 然後大概就聽了清楚 來看一下 擦掉了 有了 水 餅乾 对植物来说跟人体概念上很像的后天性的防御 就是现在事情发生的 比如说这边被咬伤 然后或者这个地方有病菌的感染发生 好,那植物大概会从两个层面分头去处理 第一个是局部性的防御 就是在这个发生的部位所做的防御 OK,可是你这个地方是入性部位 其他的部位会不会受到影响 你看那个B细胞跟T细胞的策略就是这样子 我现在遇到的不代表其他的部位不会发生 所以我去产生一些像抗体 对不对,那抗体产生之后全程都可用 听懂吗 所以通常它会扩大到什么呢 扩大到系统性的防御 就是整颗植物体要做的防御 所以不只是受伤或感染的这个部位要去处理 连那个还没有受到感染或受伤的这些部位 你也要去做一些预防性的这个动作 但事实上这整个过程当中 它产生的化学物质其实不外乎目前来讲 我们归纳出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呢,就是水洋酸 然后另外一个化合物就是 第二个化合物呢,主要是茉莉酸 那茉莉酸的产生在局部性防御里面还有一个环节 所以我们把焦点放在这两个地方 如果说现在呢,我们可以透过水洋酸去刺激 因为现在受伤发生了,对不对 我可能可以赶快呢,让这些受伤的细胞 或者是这个部位的细胞 第一个可以改善的方向去强化细胞病 也许可以改善,如果它的规模可能只是昆虫的这种咬石的话 然后在伤口部位这个地方,水洋酸的产生可以让那些还活着的 或者是有复原可能性的这些细胞呢,增加细胞壁的厚度 一方面修补,一方面强化自己 可是万一来不及挽救,如果它受伤真的很严重呢 它会更严重 万一细胞受伤太严重的话,它会直接诱导这些细胞干脆让它去死掉 然後再從這些已發生受傷的細胞這個附近 去形成一個新的保護層 最明顯的你去看 有些植物明明葉子看起來就是被蟲咬過 可是它可以在那個咬傷的山口 比如說那個葉子邊緣 然後去形成一個保護層之後 避免其他的葉子的部位也繼續受到傷害 或者受到拖累 然後整片葉子都包小 所以我這片葉子還是留得住 但是那個咬痕還是在 所以那個咬痕那個山口的地方 就是有形成這種隔離性的勾搭 避免繼續感染 這樣可以呈現了 好 那這是一種方式 然後透過水洋酸去刺激 就是讓細胞壁的厚度可以增加 然後或者直接放棄 讓這些細胞走入計畫性 就是安排它的死亡過程 然後順便再產生一個隔離性的組織 然後來避免後續的感染 繼續擴大 好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它會先產生系統素 這樣的化學物質 然後系統素再會引發茉莉酸的分泌 然後茉莉酸分泌之後呢 蝔酸分泌之後呢 冷碎很容易 融入嘛 你已經算有了 繩皮多 eyelow 真的很非常的兒 餅乾 所以另外一個做法就是 就是受傷部位這些細胞先釋放系統素 系統素再會誘導茉莉酸的形成 然後茉莉酸形成之後 接下來可能會讓這個部位開始去產生一些特定的化合物 然後比如說有一個還不錯的例子 蛋白鎂抑制劑 OK,那你把顛倒過來看抑制蛋白鎂的過性 OK,那幹嘛要抑制蛋白鎂的過性 當然不是對植物自己本身 因為這個部位它很有可能會被繼續吃掉 所以它這個地方所合成的蛋白鎂抑制劑 會進到誰的這個體內 就會進到比如說草食性昆蟲 或者是這些牛羊草食性大型草食性動物的體內對不對 OK,我們的消化道裡面有沒有蛋白鎂 胃是不是有蛋白鎂 胰抑制是不是有蛋白鎂 有沒有 有沒有,所以你去想像一下 這些蛋白鎂抑制劑進到這些草食性動物體內的消化道之後 它就會去影響這些動物消化道裡面的蛋白鎂而造成消化不良 OK嗎 所以吃一次感覺不好 吃兩次感覺不好 久而久之像這樣的植物可能就會變成是昆蟲比較不願意取食的 那第一時間它已經可以發揮效果的 因為它會造成消化不良 對不對 如果這個動物因此而沒有獲得比較均衡的膳食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可能連帶的會影響到 像昆蟲比較體型比較小就更容易發生 影響到它的生長甚至於是昆蟲的發育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有趣的蛋白鎂抑制劑這個地方 甚至於有人夢想這個東西 有一天我們可不可以拿來影響人這樣子 也讓人消化不良這樣子 我們腦線動太慢了,真的不適合換錢 減肥藥 這種無限的傷機 所以這個大概是現場第一時間發生的現場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兩個激素 這兩個是激素 水洋酸跟莫逆酸目前我們對它的認知它算是激素的 因為你看它可以調節後面的一大堆的反應 對不對 這完全符合激素的這個概念 然後另外一種叫做系統性的防禦 就是一樣我還是趕快產生水洋酸跟莫逆酸 然後接下來再去透過尾管束的運輸 然後傳送到其他的部位 所以其他部位可以 在正式受到感染或傷害之前 先做一些預防性的防禦工作 這個預防性的防禦工作是什麼? 請參考這邊 做的事情本質上都很像 比如說強化細胞的架構 產生一些特定的化學物質 你看做的事情 反應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 差別在於左邊這邊是受感染或受傷第一時間 這個部位正發生的 那你把這個化學物質傳到其他的部位 其他部位也會發生相同的狀況 那但這樣的意義就是 我已經擴大到對整個植物體去做因應了 你看所以用這個詞來看 局部性防禦跟系統性防禦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個應該還可以接受 如果以同一顆植物來講 那現在有一片葉子被咬 咬傷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呢 葉子這個部位 要做傷口的即時性的因應 然後呢 它產生的莫蒂酸水洋酸 如果能夠透過尾管束傳出去的話 其他健康的部位 現在可以提早預備 這樣可以想像嗎? 好 這個都還算單純的 接下來植物現在呢 有一個更了不起的一種方式 這個恐怕還是我們做不到的 莫蒂酸跟水洋酸植物竟然可以讓它去進行 甲基化的反應 所以當水洋酸跟莫蒂酸變成是 水洋酸甲子或莫蒂酸甲子 就是那個甲基化之後呢 它會變成具有揮發性 然後具有揮發性之後 它可以去影響 它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呢 從這棵植物去傳遞另外一棵植物 比如說 現在呢 比如說整個果園當中 其實只有一棵植物受傷 然後因為這棵植物受傷之後 所釋放出來的 那些甲基化的莫蒂酸或水洋酸 可以去影響其他棵果樹 然後 開始進行反應 這個就是人做的道理 OK嗎? 因為這個概念已經有點像什麼? 昆蟲的肺茫蒙那個概念了 所以它可以來這一招 就是把水洋酸跟莫蒂酸再稍微修改一下 讓它具有揮發性 那這樣的一個修改 後來就發現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可應用的地方 因為它具有揮發性 揮發性的東西 基本上如果可以刺激我們的鏽黏膜 它就會有一定的氣味對不對? OK 莫蒂酸 基本上 它就是會有一種不錯的那種清香的氣味 所以我們在農業上 現在已經有一種應用 有一種茶葉 它絕對不可以噴農料 它就等讓那個嫩芽 讓那個昆蟲來咬 咬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莫蒂酸 運氣好的話 如果它可以順利完成假激化 產生具有揮發性的莫蒂酸 所以這個茶葉在經過烘焙之後 這個茶就會有特殊的清香 但是廣告上有一個飲料不就是以這個茶的品種來訴求的 那個叫什麼詞 那個飲料忘記了 你去看那個廣告 它會產掉它的那個清香的那個 我現在猜 那個廣告忘記了 太久沒看到它 你看喔 所以這種茶葉基本上就相對安全 因為你用了農藥反而會讓蟲不來 它反而希望蟲來咬一下 所以也許茶葉會有點破層 但沒有關係 它可以孤帶產生一些特殊的風味 好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整個防禦的架構 那麼大概就這樣 這本終於了結了 然後194那邊有關那個 防禦那個計劃性死亡那邊 提供了一些資料給你去參考 看一看就好了 因為這個地方只是怕說 如果有一些閱讀性的題目的話 如果它想要取材 再點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你看過之後 如果有不同的地方 可以再跟我們討論 這邊 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